在德云社 岳云鹏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德云一哥 虽然在郭德纲的口中 岳云鹏永远都是前两年最火的演员 但岳云鹏的人气始终没有被师兄弟们超越 在《斗笑社》第二期的节目中 有一个环节是给德云社相声演员评定职称 并特别请来了德高望重的老前辈石富宽先生担任评委 再加上郭德纲和于谦一起把关 看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参与评级的演员有岳云鹏 岳云鹏 烧饼 张赫伦 孟贺堂 张九龄 周九良 张九南共八人 经过一段真真假假的数值环节以后 最终平定的结果是 岳云鹏获得最高级六星 岳云鹏三星次之 烧饼 孟贺堂和张九南两星 张赫伦 张九龄和周九良一星 对于这个结果 肯定有综艺节目效果的需要 所以参与评级的演员们都表现出了一点质疑的意思 烧饼表现得特别明显 同时 粉丝群体中也有很多质疑声 真正心服口服的人很少 不管这个评定结果出台的背景和过程怎么样 个人认为 这多少代表了德云社的官方态度 一个演员对公司的贡献度可以是真金白银 可以是声明口碑 也可以是人气流量 究竟哪一点是公司最需要的 只有老板最清楚 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岳云鹏的能力一直被严重低估 很多人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些人云亦云的观点上 比如说学逗唱占个钟 基本功差 郭德纲为了恶心叛徒硬捧出来的 只会卖弄我的天哪等小表情等等 有人认为 岳云鹏的水平就那么回事 不如张赫伦 孟赫棠等等 虽然岳云鹏从来不辩解什么 只是默默的前行 期望用越来越多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但是他的心里肯定憋着一股劲 一定要活出最好的样子 为什么那么多人对岳云鹏误解很深 郭德纲功不可没 郭德纲一直信奉打击式教育 对郭奇林如此 对徒弟们也略有差别 但是对岳云鹏是打击多于鼓励 在岳云鹏已经大红大紫的时候 郭德纲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宣扬过一个观点 说高峰在艺术上比岳云鹏强之万倍 但是在台上打不过岳云鹏 这段话可以从多个角度解读 但是有人就记住了一点 极高峰比岳云鹏强之万倍 艺术上始终看不上岳云鹏的相声 随着岳云鹏的味儿越来越大 郭德纲这两年的观点已经有所改变 不再打击岳云鹏 开始捧着说 比如我对岳云鹏很满意 岳云鹏是个好孩子等 特别是在第二期德云斗笑社上 公开表扬岳云鹏 虽然没捧过梗 但是在舞台上表现得特别好 尺寸 镜头 表情 动作都对 能够在评级中给予最高级六星 足以说明岳云鹏在德云社的地位 已经强于所有师兄弟 仅次于郭德纲和于谦二位 无论是爱徒还是儿徒都与岳云鹏差距巨大 岳云鹏究竟比师兄弟们强在哪儿 其实不是欢乐喜剧人冠军的头衔 毕竟秦潇贤也有 也不是央视春晚的经历 毕竟孟赫棠和张赫伦都差之毫厘 而是其对于相声这门艺术的思考 比师兄弟们要深刻 2017年 岳云鹏发表了一个单曲 名叫《如果有个直达天堂的电梯》 展示了他思想中细腻和纯真的一面 这首歌所要表达的内容是对父亲的思念 但是在这朴素的感情背后 还有他对人生的思考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在父亲去世的节点 他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曾经的他依然会 现在的他肯定不会 戏比天大约束的 只是那些执着于戏的人 而在人活明白了以后 才会真正懂得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 所以一直尝试着在舞台上 表达自己的思考 在2018年的综艺《无限歌谣记》中 岳云鹏参与创作了《小拼》和《小康》 《懂了就懂了》 《意志情书》《醒来》等作品 都展现了他对青春 爱情和人生的思考 去年岳云鹏创作了一段新相声 叫《人鬼情未了》 用借骨俯金的手法 按着说了些 现实生活中不敢说 也不能说的话 虽然尺度很小 但是在当今的相声现状下 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已经非常难得了 回到德云斗笑社节目中的作品 《一段悲伤的相声》 已经超越了相声本身 开始思考 一个相声演员 在离开这个世界后 能够留下点什么 孟赫棠留下的两个小包袱 被岳云鹏嗤之以鼻 背后想要表达什么 其实很明显 包袱代表作品 无论生前留下多少作品 死后都是过眼云烟 感人的不是词 而是其中蕴含的思想 当岳云鹏开始 在相声中思考人生的时候 师兄弟们还停留 追求搞笑的阶段 差距确实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六星实至名归 至于张赫伦为什么只有一星 更像是故意为之 为了坐实他 德云最惨的标签 仅此而已 对于 对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